八音盒里的小城 爸爸送给米莎一个八音盒 八音盒很漂亮 盒子上画着非常有意思的画 米莎非常喜欢 他问爸爸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丁丁市 爸爸说着拨动了弹簧 优美的音乐声响了起来 米莎看着音乐盒上的画 只见太阳从树后升起 小城市越来越亮 不一会儿太阳落下 天上出现了一颗颗星星 弯弯的月牙也升了起来 爸爸我想去丁丁市看看 行吗 爸爸听了说 这可不容易 里面已经够挤的了 小铃铛住在里面呢 爸爸打开盒盖 米莎看见里面有个小铃铛 小锤子 小轴 小弹簧 米莎问 爸爸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呀 你自己留心看看 米莎守着八音盒 看啊看 这时 从八音盒底部的一个小门里 跑出一个男孩 他站在门口 朝米莎招手 突然 米莎发现自己变小了 正好能从小门进去 男孩说 我叫小铃铛 是来邀请你到我们那儿做客的 谢谢你 米莎说 钉钉式的小房子 全是用钢做的 每个小房子里 都有一个小铃铛少年 这时 他们把米莎围了起来 身体 钉钉当当的响着 有的跳 有的跑 我真羡慕你们 生活得这么愉快 有什么可羡慕的呢 我们一辈子 都只能待在这个盒子里 而且 还有小锤子大汉 管着我们 你们干嘛 要不断地敲打小铃铛们呀 不关我们的事 这是监管人小轴先生的命令 小轴先生 正躺在一张长沙发上 他的长袍上 有许多小钩子 他用小钩子 勾住身边的小锤子 再放开 小锤子就敲打在小铃铛上 监管人先生 您为什么要让小锤子 不断敲打小铃铛们呢 干嘛问我 我又不是头 说完 他起身走了 米莎去追小轴先生 却跟着他来到了一个帐篷前 米莎奇怪地问 您为什么要推他的腰呢 公主回答 我要是不推 他们就都不工作了 那样就没有音乐听了 米莎想了想 她弯下腰 用一个手指 按住了公主 一下子 小轴 小锤子 小铃铛们 就都不动了 小房子也碎了 这时 米莎突然想起 爸爸说过 不要碰弹簧 不由地 吓了一跳 被惊醒了 哦 原来是个梦啊 爸爸走了过来 米莎把自己的梦 告诉了他 爸爸笑着 拍拍米莎的头说 原来是弹簧公主 管理丁丁时 真的好神奇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